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细菌耐药的生化机制 对于抗菌药物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们是具有杀菌和抑菌活性的各类抗生素和化学合成药物 而细菌的耐药性指的是细菌对于抗菌药物的相对不敏感性和抵抗性 通常是指细菌对于原来敏感的抗菌药物变为不敏感的现象 那么细菌对于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可以用逝者生存来进行概括 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 少数细菌具有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抗菌药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杀灭那些病原菌 也会杀灭机体的正常菌群 从而使得耐药菌有着更多的营养和结合部位 能更好的生存下来 而且这些耐药菌还可以和其他的细菌互同有无传递耐药性 从而使得其他细菌也获得对于某些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甚至可能会出现对于几乎所有的抗菌药物都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 动化酶是耐药菌株产生的具有破坏或者是灭活抗菌药物活性的一类酶 正常情况下抗菌药物它们可以和作用把胃进行结合 导致细菌被杀灭感染被清除 而动化酶呢 它们可以在抗菌药物和把胃结合之前就来破坏抗菌药物 从而使得它们失去了抗菌的效力 使得细菌能够继续重活 这些灭活酶可以由脂粒和染色体的基因所表达 是耐药性产生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例如β内线氨酶可以特意性地打开药物的β内线氨酶 使得氢酶素和头包菌素类完全失去了抗菌活性 而胺基糖肝类的动化酶能迅速地将该药物分子的结构来进行改变 从而失去抗菌活性 有些细菌可以改变抗菌药物的作用把位 从而使得抗菌药物不能和细菌进行结合 产生耐药性 例如耐药菌株30S亚基S12蛋白的构型发生改变 可以导致酶酶素不能和小亚基进行结合 从而发生耐药 而有的细菌呢会更聪明 我们知道药物必须要进入细菌的内部 从而到达了作用的把位以后才能发挥抗菌效物 有的细菌呀 它们可以通过改变细菌细胞壁 或者是外膜的通透性 从而阻止药物进入 例如同氯甲大胞菌 就是依靠这个本领 对多种的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 有的细菌呢则表现得更为积极 它们可以形成药物的主动外排系统 通过外排奔 把抗菌药物能够排出去 细菌对于结构不同 性能各异的抗菌药物 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外排 从而呢形成了低水平的 非特异性的多重耐药 耐药细菌生存有道 它们似乎生枝团结 就是力量的内涵 这体现在它们可以形成 生物备膜Belfium 细菌生物备膜是细菌 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一种 群体性保护生存状态 它们可以粘附在固体 或者是有机腔道的表面 形成了微菌落 并且分泌细胞外多糖蛋白符合物 把自身包裹在其中 而形成膜状物 当细菌以生物备膜形式 存在的时候 耐药性会明显增强 生物备膜中的大量包外多糖 可以形成分子屏障和电荷屏障 阻止或者是延缓抗菌药物的渗入 而且被膜中的细菌可以分泌一些高浓度的水减酶 促使进入被膜的抗菌药物被灭活 生物被膜中的细菌可以移动耐药元件 比如转座子携带的耐药基因 这样可以在不同的细菌之间相互溃赠 发生耐药性的水平转移 此外 生物被膜流动性较差 被膜的生部氧气 营养物质等浓度也很低 细菌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时候 生长代谢非常缓慢 而绝大多数的抗菌药物 对于此状态的细菌不敏感 当使用抗菌药物的时候 可以杀灭表层的细菌 却很难彻底治愈感染 停药以后容易迅速复发 好 今天我们学习了 细菌耐药性的生化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一种古老而顽强的生命体 细菌可以用多种方式 对抗抗菌药物 它们可以产生动化酶 可以改变药物的作用把位 渗透障碍让药物进不来 或者用主动的外排机制 把药物排出去来产生耐药性 那么应当如何来应对 细菌的耐药性呢 我们下节课再讲 同学们再见